好,我是現在做黑巧克力 黑可可的黃金海鹽蛋糕 對,就是燙麵法跟水域的戚風蛋糕 然後我們把巧克力的部分呢 就換成了黑色的可可粉 黑色的可可粉 然後它有巧克力的風味 然後我再加一點點的可可粉 然後呢,材料準備好了 我現在是來準備我的烤模 那因為剛剛固定模已經用了 所以這個是活動模的部分 一樣可以用 然後我們就是先把它鋪這個紙 在這裡頭 好,像這樣子 底部的部分,鋪了紙 然後 邊邊 把它給鋪好 好,邊邊鋪好 其實最好是黏到旁邊那是OK啦 可是,有時候我不喜歡黏 是因為出國的時候還要拔 因為它紙會黏住 那你就必須要去拔開它 這樣子 好 然後 這也是 拿鋪好 好,這是用活動模 等一下我們用水域烘烤的方法 好 那 為什麼它就Q起來了呢 沒有關係 然後 這樣子 好了 這是我們蛋白用的糖 就是低筋麵粉 然後我們準備一個RH爐 我把剛剛的無鹽奶油 還有可可粉跟可可粉 然後全部還有鮮奶油都加進去 然後 這是蛋黃跟全蛋的部分 稍微攪拌一下 然後我們就放在這裡 這邊的部分就要先攪拌 記得一邊 一邊加熱一邊攪拌 不然它底部會燒焦 除非你用隔水加熱的方法 就是用微波也OK 這樣子 然後它還冒煙 大概 我剛剛講的要70度以上 然後這樣子它也會有香氣出來 就是冒煙的你看 它還不夠 怎麼會不出去吃 吃冒煙的你看 它還不夠 怎麼會不出去吃 哇 哇 41度囉 OK 麵粉進去 光滑 好 變成黑色囉 好 不要再放在爐子上面 關火 之後呢 把它攪拌均勻 一邊攪拌一邊攪熱 太燙了 這時候你的蛋進來應該就會烤熟囉 所以不要太多 一點點 好 擦一擦 擦一擦 也不能讓它降入漿太多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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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开新石斧的时候其实就是你要现场去试 打蛋器就不需要了 好这时候我们就用刮刀把它刮均匀 我们刮到里面很像这样子 黄金黄金油油亮亮的 在需要的程度 然后就可鸡 再一点点醋 看到吗 天津 1个 是 1个 3个 2个 1个 1个 一面 糖 糖 原來是要自己摸得越透渴了 把你烤一下越濾了 看下烤箱 烤一下烤箱 烤箱越熱了 烤箱 烤箱 浪焦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好,卡的很細緻 然後呢,看一下 基本上我們要的狀態是這樣子倒扣 它不會留下來 OK,然後彎彎的這樣子 好,然後 好,我們再把它最後就是煎紙一下 好,這樣 像這樣子的程度 有沒有 很漂亮 把它放進來 靠近一看 聽到這個垃圾的時候 我覺得 就想到 我們家的朵拉妹妹又要下課 好,抓好這個麵糊 我就要再去煎它了 因為這個蛋糕烤很久 大概至少80分鐘吧 我們今天這個蛋糕烤打得超美的 超神奇的,為什麼 為什麼 我早上也是這樣打 為什麼就沒有這麼漂亮 金碎,金碎 OK 像這樣子 麵糊它不會一直冒泡泡 我們剛剛做那個久一點冒泡泡 那個就是不對 因為一進去它那個大泡泡 全部都跑出來了 好,你看我現在這個 狀態非常的細緻 是OK的 我們剛剛做那個奶茶的 就是冒泡泡的 所以放進烤箱之後 就有點不OK 好,你看 沒什麼冒泡 而且表面上還蠻穩定的 那我們來蛋糕 好 我們的烤膜出來 烤膜出來 兩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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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呢 這時候 有人教過一個方法是 這樣子 然後這個蛋白來黏 這個紙也是OK 好 這樣子的麵糊烤出來蛋糕就會很好吃 因為就會很細 因為它的質地也很均勻 好,兩邊平均 不可以先倒一個 再倒另外一個 因為整鍋麵糊是 是那個混合的 底下跟上面氣泡一定不一致 所以你要 然後分開 讓它很服貼 記住喔 你這個是活動模 活動模當然可以烤啊 那等一下就是哥哥王子 所以我們進烤箱的時候 會帶你們進去看 340 290 390 350 好 裝 裝滿大概350 350 OK 我後面又加了一些牛奶 這樣我就可以算得出來 牛奶大概又加了多少 因為我們的可可粉其實還蠻吸水的 所以這個部分就是需要調整的地方 黑色可可粉 我講的是黑色可可粉 因為原本咖啡色的就已經很吸水了 可是黑色可可粉沒想到更吸水 好 好 350 350 這樣子的程度 350 這樣子的話我們就可以把它放進烤箱裡頭去 那我們這個水浴的方法呢就是 水浴的方法就是把它放到熱水烤盤裡頭 那我剛剛也煮了熱水 所以我們就先把它放到烤箱 我等一下帶你均去看 好 然後呢我現在已經把那個烤盤放到